嗨,大家好,我是Sophie 这颗美丽的兰花是Zygopadalum 这是它的名字 Zygopadalum Jumping Jack 它的中文名字叫做紫香兰 紫香两个字就非常精准地定义了这一类兰花 这类兰花在兰花的群组里面是一个非常小的种类 现在公认的species原生种只有14种 它有两个非常显著的特征 特别容易识别 就是紫和香 所有的这类兰花的纯绊都是紫色的 当然颜色会稍有不同 或者深紫或者浅紫 有的偏红,有的偏蓝,有的偏粉,有的偏白 总之都是紫色的 它的纯瓣和其他的花瓣相比呢 很宽大 有细致美丽的花纹 另外它的花瓣,其他的花瓣和鹅瓣呢 只有两个基本的色调 就是绿色和棕色 或者是条纹或者是斑点 总之就是这两个颜色 所以总体来说呢 紫香蓝的颜色基调呢 只有三个 就是紫色、棕色和绿色 非常容易识别 它的另外一个显著的特征呢 就是香 非常非常非常香 它的味道是high essence 风性子的味道 当有阳光照在花瓣上的时候呢 整个房间里都会充满浓郁的花香 我自己呢 并不喜欢这么浓的香味 但是大多数人都很喜欢 紫香蓝还有另外一个 不同于其他兰花的特征就是 它的花杆呢 是和新苗一起长出来的 通常如果有一个新苗出来的话呢 很快就会有一个花杆长出来 这个花杆呢 通常会有三朵以上的花 而且花期也很长 应该有一个半月左右 紫香蓝喜欢明亮的散光 没有阳光直射的环境 喜欢潮湿和凉爽的环境 所以呢非常适合室内养殖 如果呢天气暖和了 你一定要把它放到室外的话呢 也一定要把它放在阴凉的地方 不要被太阳晒到 否则呢叶子非常容易晒伤 相对来说呢 紫香蓝呢 长得还算快 所以花期以后呢 可以分盆 我的这一棵呢 有两个新芽 所以可以分成两盆 通常呢 分盆的话呢 要有三杆 要保证每一盆呢 都有三杆 其中的易感 一定要是新感才可以 至于植料 我自己呢 倒不觉得植料是特别重要的 重要的一点呢 是不论是什么植料 你都要保证它不能干透 至于我自己 花落以后呢 我当然会用水培的方式 我做了一些research 我认为呢 Zycopathlum还是非常适合水培的 谢谢